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導 今天就是3月3日星期五 又來到Happy Friday 大家過了今天 熬了今天之後 就可以休息一下 再幫自己充電 現在的氣溫是17度 外面是天情乾燥 一股清風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 正在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 本港地區今天天情乾燥 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2度 吹和換至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偶中吹強風 天文台也展望 在週末至下週初大致天情和乾燥 日夜的溫差會比較大 再看看蔡天府案件 因為現在最新的被捕男子知道究竟他是甚麼身份 在昨天的時候 警方再拘捕多一名41歲的男子 根據報導 這個男子姓林 就是在一個租借遊艇的公司工作 試圖幫助案中的一名被告利用水路潛逃 所以為何會在東沖捕到他呢 原來有人在等待大飛 最新消息指 這個被捕人士疑似鄭忠基的前助手 翻查他的社交平台 上面可以見到他和大量明星合照 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 這名男士曾經在金牌大風工作 黃柏高是他的上司 因為他的個性 所以他就和很多圈中人熟落 甚得鄭忠基歡心 鄭忠基回覆傳媒的時候 就說未能夠確認事件 但他的前助手 在離職八年前就已經沒有再聯絡 鄭忠基黃的大家都知道 冥冥之中是有些關聯 即是甚麼人跟甚麼人 收人家幾十萬 想著幫人家穿草走路 這些就是愚蠢 你收了他幾十萬 然後就說幫他安排艇 你那時候第一時間 人家說原賞二百萬 你站出來撈爆他的話 我就當你收不足二百萬 你收一百萬也沒問題 搞到自己 錢就不知道最後能不能放在袋裡 但現在協助罪犯 加密有得他坐 他原本是可以選擇成為香港人的英雄 是可以再令到警方早一步可以捉到人 甚至乎就是說 例如如果再早些 會不會是趕得切在堆田區 找得回其他東西呢 說起堆田區 之前大家都知道 警方是用了很多警力 在打鼓嶺的堆田區 進行搜索行動 雖然有很多名警員去手 但是堆田區太多垃圾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由於大海撈針 經過三天之後 不斷找找找 找了三天都沒有發現 和案中有關的重要證物 所以警方也都宣布 關於搜索堆田區的行動 已經結束了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的警司 中雅提交代案情的時候 就說 他們鎖定了一個 在足球場面積這麼大的範圍去搜索 已經找了四千噸的垃圾 亦都跟家屬說了 家屬亦都表示諒解 和多謝參與協助調查的警務人員 現在其實還有雙手 和一些脊椎骨 其他骨是比較大 所以可能一早已經被人棄置了 之前在將軍澳華人墳場找 找來找去都是沒有的 據了解 其實現在被告的那家人 仍然把口都很密 極度不合作 甚至說很多假資料 假消息出來 所以才導致警方 為何會去將軍澳找找 畢竟礦球做過警察 還要是刑事部 所以可能都跟他們家人 已經說了計劃 如果我們沒有被捕 我們就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然後就散水 如果被捕了 人家警察就會用什麼方法盤理 所以大家 只要死口不出聲 證據讓他們慢慢找 為家人打了心理診 令警方的調查難度上升 所以為何有些KOL都會用一些比較誇張的標題 就是說 哎呀 滑許無罪釋放 不過這個就想多了 你說如果是其他沒有人關注的案件 這些招數滑許有用 但這件事已經是全亞洲全世界都在留意 如果真的這樣都可以無罪釋放 或者你居然告不到他老謀的話 香港律政司 然後警方那些 全部被捕去打屁股都可以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尖沙咀四級大火 大家要知道 一年都未必有一次四級大火 大家就知道四級火是多麼厲害 如果五級火的話 就已經是再入香港的歷史了 在尖沙咀中間到一個重建地盤 就發生了火警 在昨天晚上11點 大廈高層位置突然霧出火光 火勢蔓延 濃煙也升上半空 身處港島區的市民都看到尖沙咀的火光 消防員就在場灌救 在11點39分就將火升為三級 加派人壽前往營救 直至到凌晨1點46分 火警就升至為四級 起火的大廈是海原之家的舊子 現證就改建為酒店 現在玩完了 開燒一個四級火 所有東西都要再起火 這裡起碼不見幾十億 即一場火火一聲 就不見了幾十億 火警期間有大量無數的火蝕跌到地面 是央及附近的車輛和花槽 警方也即時劃出封鎖線 避免市民走近 還有附近最少五棟大廈也受到波及 包括國際電訊大廈平台 遠東大廈、喜來登酒店、重慶及行星樓 有居民要疏散 有記者在港島東區走廊駕駛時 就算站在灣仔會展站對開也看到 有現場目擊的市民就形容 好像在拍攝災難片 在彌敦道和中間道交界 距離火牆150米外 有超過100米的市民圍觀拍照 初步得息 最少有兩人受傷 被送往伊莉莎白醫院 據了解 是附近的司機 懷疑是被跌下來的火蝕燒傷 直至7時半的時候 消防署動用了兩條喉兩隊煙霧隊灌救 幸好至今未有受傷報告 亦無需疏散 現場所見彭架分黑 有灰盡不斷飄落 但已不見火光 九巴表示 受到火警影響 尼敦道至梭斯巴里道會封閉 九巴將會為陶經巴士改造 所以班次會有所疑問 如果你要在尖沙咀上班 又或者你上班的車有機會經過尖沙咀的話 特別需要留意 雖然這場火叫救息 但封路這件事個人認為 應該不會因為快要上班 所以便可以讓你上班 因為這場火太大了 甚至乎在我臨睡前 即是12點的時候 人們擔心會燒到起重機下面的成重沒有了 即是那些吊臂、天秤那些 因為如果天秤放在地上 但你燒到熔爛爛爛之後 天秤一塌的話 就很大件事 你想想天秤那麼長 然後一躺下 無論躺下哪一邊 都一定會造成很大災難 甚至乎是扎進別人的房子那裡 所以這次這件事就慘了 幾十億就付出流水 甚至乎保險也有排排 然後可能也會被人索償很多很多億 暫時未知火警原因 究竟是有人吃煙還是怎樣 真的需要慢慢查 而且地盤未必會有閉路電視 還有如果你說是吃煙的話 那裡也燒到四級火 你哪裏找到的煙頭 也燒到熔熔爛爛爛 好了再分享多一點 為什麼這場火會這麼難去破舊 由零級火燒到三級再燒到四級 因為一開始這棟大廈是最高層起火 所以雲梯和消防喉難以抵達 沒有辦法在外圍射水降溫 而且這棟大廈仍然興建當中 裡面有很多建築材料 雜物和防火間隔都未建好 所以沒有了防火層 根本就阻止不了那棟大廈的火勢蔓延 而且由於這棟大廈正在興建 所以那些自動灑水系統還未投入 沒有辦法在初期幫忙抑壓長火 所以一燒就燒到尾 原本這棟大廈是在2024年開業的 但現在就未必了 肯定都做不到 應該留到2026年或者2027年才能夠順利開業 下一則新聞 港島區一名高級警務人員 懷疑收取利益 在昨天被執法機構帶走了 消息指這名警員的妻子也被帶走 涉事的警員是警隊的明日之星 屢次代表警方出席記者會 廉政公署回覆指不評論個別案件 警方沒有回應涉事的警員有沒有被捕 只表示如果有警員涉及違法行為 會按照既定的機制去跟進 媒體接獲消息 在港島區高級警員 在星期三的早上被執法人員帶走 涉嫌收取利益 消息指有人涉嫌收取市值30萬的名標 也有收取現金 但其實有點奇怪 明日之星每個人都說 又懷疑收名標收現金 但警方還未正式公佈 警員究竟他是甚麼名字 究竟他是誰 如果你是現在在警隊裏面做 你就會知道 但普通市民的話 相關消息其實大家都還未知道 明日之星的話 我上網看過的人都猜他 即是警司那類的職位 月薪都已經去到10萬 你怎會為了一隻30萬的標 去斷送自己的前途 即是說你三個月 人工就收到的東西 值不值得你拿一生前途去搏 即是如果你說 做完這一票的話 我可以即時退休了 拿著一千多萬去美國 那些都能夠理解 但你說我本身一個月都找10萬 但我為了一隻30萬的標 去付出前途 這個就不是那麼合理的 又或者是 可能有些人大貪也不頂 因為畢竟 就算是醫生也好 那對醫生夫婦 又是在伊昂那裡偷東西 還要偷那些幾千元的東西 即是幾千元 隨時就是他們 一個小時的人工都要偷的 有時人與人之間 沒有辦法互相理解大家的價值觀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八億富三代鍾培生 除了是城中有名的生意人 和鑽石王老五之外 在娛樂圈也十分出名 和林作的拳賽 令到他相當之聲名學起 然後他和前港者 袁家敏的複雜關係 也引來熱烈的討論 鍾培生近日被追債 在一輛平治的車上 有人貼上追債的字條 华夏置業 鍾培生還錢 由於寫完华夏置業 华夏置業 亦跟他白一點有關 所以 認為這張字條 就是指向富三代鍾培生 並非同名同姓的人 之後向鍾培生求證 鍾培生就否認欠債 就說 沒有撐過任何人 包括銀行的錢 但是有很多人欠自己錢 如果有債仔看到這新聞 記得最快向自己還錢 我也相信鍾培生 應該不會欠債 這麼有錢 而且他也是一個要面子 要面子的人 所以 我也不相信他會欠債 在元朗康景街一間便利店 互相打鬥 一名白衣男子 向一名肥男子爆津 雙方激烈互嘔 但由於雙方體型相差甚遠 不足五秒 肥男把對手壓在地上 圖人和拍片者紛紛上前制止 才導致不嚴重的受傷狀況 警方回覆就說 原來這件事發生在去年6月4日 這宗案件已經在去年6月30日上了法庭 白衣男已經被判罰 總之就是互相打架 然後那些幾百磅的肥男 就一次壓下去太山壓頂 下一則新聞 又有播錯國歌事件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世界冰球錶賽 又播錯了香港的國歌 最後那些相關的會長就表示 幸好有按照指引 自己有提交正確的國歌版本 但大會又搜尋錯了國歌 不過那些隊員都有做T字手勢去制止 國歌這件事之前要罵都罵過了 其他的運動組織故意要去玩東西 暫時這件事就無奈 看著別人玩 雖然國安法是世界通行的 但是暫時來說 香港警察都不能夠越洋執法 如果不是都應該一早抓了韓國的實習生 下一則新聞 位於九龍堂的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爆發了急性腸胃炎個案 涉及20名男童和7名女童 年齡介乎6至7歲 他們由2月28日起陸續嘔吐和輻射 27人當中有一個人已經求醫 已經出院了 全部病人情況穩定 最近不知為何 很多小學都有爆發 要麼手足口 要麼急性腸胃炎 下一則新聞 地政總署在兩天前公佈 旺角洗衣街和亞街路街交界的大型商業地皮 由新地奪得 成交價是47.29億 可見的樓面面積赤價是3103元 較市場預期的底價是再低16% 甚至是旺角這些大地皮商業地皮 比新界區的工業地皮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也引起很多人討論 香港樓價是否玩完了 連這些這麼漂亮的地皮都可以賤價去賣 亦有很多分析 這些是香港政府釋出香港地價要下跌的一個訊號 由於這件事就很多人討論 所以發展局在昨晚在社交媒體回應事件說 重新股價是由他們的專業測量師負責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想太多了 都是有所參考 不是說什麼特別賤賣 另外也有人質疑 現在地價這麼便宜 政府還要賣地的話 其實對政府很不便宜 可不可以收回地等貴一點才賣呢 不過發展局有回應說 其實洗衣街地不僅是提供商業樓面 亦都是為長遠的經濟發展做準備 例如說 因為新地頭的這塊地 之後附近又會建設社區設施 社區會堂 公共交通交會處 牽涉到部分對於社區規劃的基建 所以就不一定要把價格撈到極高的時候才賣 如果不然就會阻止了一塊地的民生發展 下一則新聞 又來到幼稚園爆發病 耀林協會的鴨利州幼兒中心 爆發了上呼吸度感染 二十名學童染病 有三個人入院 小朋友的衛生 大家要留意多一點 可能小朋友的還是需要戴口罩也不定 因為始終他不像我們成年人一樣 有完整的抵抗力 下一則新聞 國泰航空的三名前機艙人員 涉嫌利用員工福利協助一名女子 還有他的朋友 低價購買超過五十程的機票 從中收取了八萬元的賄款 三個人被控四項串謀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 最後就認罪 這宗案最少令國泰損失了八十六萬元 這宗案認了收賄款 但是還未判 所以資料就來到這裡 我相信空姐或機艙人員 人家利用自己身份幫人買機票 應該不是少數 但至於為什麼這三個人會被抓到 可能就太過分了 因為普通人可能只是幫人買一兩張 但他買超過五十張 公司按一按電腦查一查紀錄 發現了 員工有優勢 是優勢給你 但為什麼你會買這麼多呢 然後仔細去查一查的時候 相信很容易就能夠發現到 下一則新聞 馬會的市場政策總監的人 現在在台上說話表示 預算案每年就向他們徵收多二十四億的稅款 對他們有嚴重的影響 接著又是那些老生常談的論點 例如又說 怎樣又會影響到慈善 怎樣又會影響到賠率 外圍或許成為最終贏家 不要理會了 最重要就是馬會準時交錢 下一則新聞 關於屯門醫院的脫殼病人釣機 發現產品 原來在公立醫院 私立醫院 甚至乎安老院都有 所以就需要進行一個全面的檢查 其實這些釣人機 每一間醫院都必須要有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的體型 都是正常人體型 雖然有些人叫做肥小小也好 沒問題 肥小小我們也是照樣推過床 不過可能要多一兩個男人幫忙 但是有些人比較誇張 去到三四百磅 你不是說找多幾個男人就搞定 因為你一人插對手下去 你也未必能抬起那種 所以就必須要有這些釣機 將人釣起 以前曾幾何時我都用過 當然我不是被人釣那個 我釣人那個 所以我知道這些釣機是怎樣用的 不過如果你沒有見過的話 你想像不到這部機 下一則新聞 同樂居事件 女職員就陸陸續續上庭 現在輪到一個45歲的女職員 她曾經捉住一個兒童的腳 押向她的臉 即是說小朋友 就可能拿她的腳 按下她的臉 最後 法官就覺得這個人 是沒有協議的 因為他仍然堅稱 我的做法對男童沒有造成傷害 但局官就覺得 不行 你沒有協議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些什麼 所以就將他判囑四個半月 這些就該死了 最好坐坐完之後 不要再出來照顧小朋友 下一則新聞 海獅餅店的質如蔥分店 被指欠租 業主入品追討88萬 以及要求交吉 這些新聞陸續有離 不過相信欠債的夫婦 理你都傻 錢欠了 還要幫你收拾好東西交吉 店舖放在這裡 有本事你就拿過來拿 都不會理會法庭的事情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昨天在Facebook宣布 因應三百婦女節 會在下星期日舉行 所以去爭取婦女權益 所以想去搞遊行 以及已經獲准了不反對通知書 活動當日將會在11點 在灣仔的修盾球場外集行 遊行至到政府總部 內容包括由不同處境的婦女發聲 再向當局遞訊 到期時就預料會有百多人去遊行 相信警方一定會留意清楚 因為擔心會不會有些黑暴勢力 乘機亂按發聲 又或者在遊行之間的搗亂 還有如果你遊行又有戴口罩 究竟警方會不會去擔心 人家的蒙面法 所以這則新聞 即使是爭取婦女權益 或者社會不太關心的事項 但對於遊行本身 整個社會會很關心 下一則新聞 自從口罩令取消後 美容院及臉部預約 增加了一成 大家可以做好生意 大家可以做臉部 其實我有時也在想 究竟我是否應該去做 畢竟這麼大一個人都沒有做過 感覺上做一次的話 好像一鋪過 將那些27年的垃圾 都清掉出來的話 感覺好像有好處很多 下一則新聞 一個21歲姓李的男子 在昨天晚上8時35分 在天水圍的天耀路報案 早前在網上被一名女子拍下了 被人勒索價值一萬元的點數卡 警員接報到場後 將案件列作為勒索 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一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事件當中 事主沒有損失 事主和女子在Telegram相識 實際上對面是不是女人都難說 總之 男人有些蟲上腦後 搞得神智不清 人家說什麼都給他了 下一則新聞 葵青警區聯和新界南總區交通部 一連兩日 3月1和3月2 到處打擊交通為例 合共發出400張牛肉乾 一張牛肉乾是320元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究竟這裏值多少錢 下一則新聞 元朗警區刑事部 還有動物專案隊 聯和新界不機動部隊 魚龍自然護理署 和相關機構 在昨天在元朗唐人新村 進行跨部門的動物巡查 打擊非法使用捕獵器具 在山坡上 即時移除了一個捕獸器 這些捕獸器 如果人踩下去的話 難以想像 動物踩上去也不好 即是 你說人道毀滅的 沒問題 但也不應該 用人道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 下一則新聞 在油麻地發現華爾藥物快餐車 一名藍司機被捕了 在昨天下午5時 在新田地街 近著咸美頓街 發現一架白色的平治私家車 有可疑 於是下車去查折 要求藍司機站在旁邊 但藍司機突然開車向尖沙咀方向逃走 駕駛路 路口數十米的距離時 被警員阻止了 經過調查後 在車中找到白色粉末 和一個電子磅 又是搞到自己的前途盡位系列 下一則新聞 全灣警方打擊街頭賣春 最後拘捕了三名男女 檢獲到床上膠袋 以及一些用來振興男士威力的藥物 下一則新聞 之前跟大家說過 有人說俄稱出租車位的騙局 現在發現到 原來還有更多人上檔 一名四十歲姓吳的男子 早前欺騙 我出租將軍奧斯人屋院的車位 多人上檔 警方早前發現十名受害人 合共被騙了四十六萬之後 再發現再多四人上檔 涉款金額飆升到七十一萬 總之 說得很便宜 接著收了一大塊現金 然後突然之間人間蒸發 警方加油 繼續努力再拘捕人 這個騙人車位的人 本身已經牽涉到網上情緣騙案 被騙了四百十八萬 說錯了 是說他已經騙了四百十八萬 其實這個跟抗港子一樣 又是網上情緣騙了四百五百萬 這些人抓去坐牢 終身監禁 免得又有另外多一個驚人蟹民的香港家庭現世 這些騙徒 騙騙已經接近五百萬袋袋 難怪有些人不上班做職業騙徒 不過該死的就是被拘捕 絕對自己拿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詐騙案仍然沒有蕭亭的跡象 警方針對釣魚訊息 和猜猜我是誰的電話騙案 進行了執法行動 倒破了兩個詐騙集團 合共拘捕了十三個人 最年輕的只有十五歲 騙款達到一百四十萬 警方發現有集團利有青少年人參與詐騙 重新連少無知並非藉口 所以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現在很多人會扮演電訊集團 然後跟你說即分即將到期 然後按進去輸入你的資料 總之就什麼鬼都有 其實我提都提不完 大家小心點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一名32歲姓王的男子 在3月1日報警說 俄青接獲一名女友人求助 被指禁錮在車內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 在葵青區找到這個女子 證實了她安全和沒有發生禁錮事件 警方調查後 相信事件涉及虛報和感情糾紛 所以就在同日旺角區 拘捕了那個報案男子 涉嫌浪費警力 有時候那些男男女女 哎呀!那女孩卻封鎖了我! 那女孩為什麼不理我? 她不喜歡我? 哎呀! 然後你明知道很明顯就是 別人想和自己分手 然後你就故意說 哎呀!她被人禁錮了 所以她回不了我的訊息 哎呀!先報警 就想著用警察去嚇一嚇那個女子 這些最終都會自己吃回那個惡果 下一則新聞 東九龍的警員 昨天中午在農場道 進行打擊停牌駕駛的行動 人員就在農場道近著黃大仙中心對開 截查了一架刑跡可疑的調避車 經過調查之後 45歲的本地男司機就停牌駕駛 被人拘捕了 好了!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中午十二點 一個七十歲姓林的老翁 在大霧山遠足的時候 突然之間暈倒 並且停止呼吸 有山有健壯 就致電報警 警方和消防員接報 稍後就由政府的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將事主救起 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可惜都是證實不治 死因就有待驗屍確定 好了!下一則新聞 葵涌貨櫃碼頭 在前天發生了工業意外 一個橙車司機 懷疑削車系統失靈 導致橙車撞到貨櫃那裡 司機左手的三隻手指 就慘被夾著 更加說 尾指是掉下來的 流到啪啪聲 即場送他去醫院那裡 有工有事後就表示 懷疑橙車缺乏保養 所以導致意外發生 其實前天還有在港鐵維修電梯 又發生了類似意外 相當之得人驚 好了!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大圍堵破了武器庫 拘捕了四名男子 檢獲鐵蓮花、軍刀和匕首 有些人明明他沒有這個需要 又或者他是閒黑社會 很喜歡帶些鐵維修電梯在手 因為就算你是一個 手無寸鐵之力的男人 或者女人也好 只要你帶著鐵維修電梯 你去跟別人打架的話 你的威力都會倍增百倍 所以有很多人打架之前 帶了這些的話 就算你普通一拳 也可以打到別人皮開 肉爛相當之恐怖 好了!最後一則新聞 在昨天上午8時45分 警方在屯門公路 截查一架藍色零自私家車 28歲姓謝的女司機 涉嫌藥物駕駛 危險駕駛 以及被捕後 拒絕提交自己的血液樣本 正在被扣查當中 有時候這些28歲 又是弄到自己玩完 隨時坐兩三年才可以出來 所以總之 你知道自己要開車的話 就什麼都不好吃 因為你吃藥本身也是會被人告 你喝的話 經常都這樣說 喝得醉醉 撞得碎碎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會想在神早新聞也試試加字幕 暫時來說 可能接下來幾天都會繼續試加字幕 等各位觀眾給我一些意見 我都知道這些字幕很肉酸 但是大家都明白 因為我沒有資源沒有人幫忙 因為如果你說好像新潮民 它有那些字幕 還要對得這麼棒 一隻字都不錯 這些字幕很貴 如果你是說一分鐘的話 成本最少都要成舊水 那我沒有可能 我拍影片有時候 連一舊水都未必有的時候 我怎麼會拿成舊水去做字幕 還要是說一分鐘一舊水 即是二十幾分鐘的影片 要做字幕成本幾高 大家明白 所以我自己也是用AI去做字幕 所以就有很多漏漏的地方 字幕那方面 大家方便的話 給我多一點意見 當然我都會盡力去收拾一下位置和大小 我自己也發現 字幕有時候會出界 我都會再留意一下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